原来我们熟知的洗发水广告 是这么拍出来的 女明星先是穿上裸色紧身衣 然后只露出肩膀 随着水龙头打开 她就装作很享受的样子 开始洗头 可导演看了却很不满意 想让女明星演得更加享受些 这样才会让人忍不住立马想洗头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缩影社 在同意拍摄一支商业广告后 这名年轻演员的完美人生 发生了疯狂转折 她也突然被传送到琐事角色的世界 请个赞再继续 让更多喜欢追剧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于是女明星再次走到水龙头下 这次她闭上眼睛开始幻想 迪拉进入佳境已经三分钟 导演却一直没喊卡 于是她睁开眼睛 结果却发现自己身处陌生浴室 而那些刚才拍摄的人员也全都消失 迪拉满腹疑虑的赶紧穿上浴袍 开门出去 结果却看到 在广告中扮演她孩子的小演员 正在客厅打闹 而躺在沙发上刷屏的卓别脸 则是扮演她丈夫的男演员桑尼 他们也似乎突然从片场到这个房子 可迪拉还没开口询问 桑尼就率先问道 睡觉喝水睡觉 迪拉被桑尼的猥琐气的不行 桑尼却一直叫她汗单 还说他们是夫妻 迪拉贝尔向道立马穿好衣服跑了出去 然后打车去了男友卡尔家 他一进门就脱掉外套 然后窝进沙发睡觉 也许刚当的一切只是梦 睡一觉就好了 卡尔却一脸震惊 卡尔表示不认识她 让她赶紧出去 卡尔的粗暴拉扯和冷冰态度 让迪拉瞬间就开始窝火 然而却在下一秒 迪拉的闺蜜艾利 直接穿着迪拉的裙子从卧室走出 这才瞬间明白 原来他们居然搞在一起了 他诺骂卡尔后转身就走 然后赶去剧组的庆功宴 一进门就坐到导演身边 怒视吐槽着男友和闺蜜的奸情 可导演不但不震惊 还说整个圈子都知道他们是一对 这话杀伤力太大 迪拉再也无法克制 迪拉感觉整个剧组的人 都在演戏骗他 于是气愤离开去自己的高档工业 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女人 迪拉很是好奇 可是当他拿出货真价实的房产证时 迪拉再也无法淡定 他决定回到最开始的那间房子 寻找答案 结果却得知他已经和桑尼 结婚一三年 而且他也不叫迪拉 而叫汉单 更抓狂的是 第二天一走 他就被桑尼捅了小麻药 迪拉吓得瞬间清醒 桑尼却解开了裤腰带 可无外两个孩子又炒出天气 迪拉感觉头都要炸了 而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突然响起 结果又是一桩惨事 汉单在银行工作 现在迪拉就是汉单 所以他必须立马马上去银行搬砖 他到银行后 就打开手机搜索大明星迪拉 结果出来的却是闺蜜的照片 更让他气愤的是 之前所演出过的电影主演 居然全成了闺蜜的名字 好像迪拉这个人 已经在这个世界消失了 经理被迪拉的汉妇低吼吓到 立马叫他静无谈话 迪拉却指着自己的脸 唾沫横飞的控诉 这么高级的脸蛋 像是银行支援吗 我可是得过奥斯卡奖的 超级大明星 经理正正的看着迪拉 然后郑重的说道 迪拉女士 我们都认识你 迪拉以为经理要带他解开 所有谜团 经理却驱车来到海边 想要安倍下精神紧张的迪拉 迪拉明白 在汉单的人生中 他是和经理有一腿的 但大明星迪拉 根本看不上这样的男人 想到这里 这让迪拉更加的后怕 他开始崩溃的怒斥 他臭骂经理后 就丧气的回到家中 结果 一对自称是汉单公婆的人 前来拜访 还带着个贪吃又多嘴的小姑子 看着陌生又吵闹的一家人 迪拉无语急了 可更无语的是 小姑子的丈夫也前来拜访 可他正是刚刚要安慰迪拉的经理 但此刻经理却人模狗样 一副和迪拉不熟的样子 这都是什么鬼畜人生 迪拉瞬间胸门气喘 脑壳发胀 他愤怒的打碎一个花瓶后 就跑进卫生间 将门反锁 任凭 桑尼怎么拍门都不开 迪拉头痛欲裂 他不知道如何才能结束这一切 就在这时 他撇进了一瓶洗发水 正是他之前拍广告代言的那款 迪拉激动的拿起洗发水 衣服都没脱就开始洗头 既然他是用这款洗发水洗头时 出现时空错乱 那再洗一次不就返回了吗 可这时候 桑尼和经理撞碎玻璃 看到穿衣沐浴的迪拉后 断定他不太正常 将他送去了精神病院 迪拉见到医生后 立马解释他是大明星 迪拉并不是主妇汉丹 可他夜解释就像个精神病 而为了证明自己会演戏 他还急性来了一段 结果却被诊断为重度 痴心妄想症 一针镇定器下去后 迪拉就过上了坐轮椅 十大白片的生活 可是有天 一个自身精神病却告诉迪拉 别害怕 你必须承认自己有病 但并非致命 反而是好事 一扇窗关上了 另一扇门也会关上 你只要扮演好你的角色就行 迪拉恍然大悟 随后他就梳妆打扮 承认自己是汉丹 并感谢医生的治疗之恩 医院评估后发现 他已经恢复正常 便放他回家 可自由的代价却是 迪拉必须忘记原本的自己 扮演好汉丹的所有的角色 可汉丹的婆婆很难搞 一到晚上 他就拿手电筒照向自己的脸 扮演着恐怖的白老妇 对这个世界失望的迪拉 来到天台打算结束性命 不做美的天空下起 稀稀利利的大雨 没人注意到 迪拉是那么的失魂落魄 这一刻他忘记迪拉的身份 决定全身心成为真正的汉丹 就在他做出撩头发的动作时 冰冷的雨夜转眼间又变成了熟悉的片场 导演夸赞他精湛的演技 全场所有人为迪拉献上掌声 迪拉坐在片场沉思 现在他又是那个万众瞩目的明星 迪拉又开始想念成为汉丹的日子 聚光灯下的辉煌 终究抵不上家人的温暖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这里是缩影社下次开播不迷路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推荐自己喜欢的好剧